第二 我们知道要随时随地的敬畏神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把神给忘在一边 怎么才能保持时刻敬拜神的心呢 因为我们是堕落的状态 我们堕落人的本性就是忘恩负义 健忘 我们记住别人的好 这个记性万年千年都能记住 我们记住自己对待别人的好事 一万年一千年都不会忘记 我曾经恩待谁了 我曾经为神做什么了 记住别人对我的好和神对我的恩典 是我们健忘 忘恩负义健忘 这是我们堕落以后人的共同的习性 我们建一丝千 我们不专注 我们心思散漫 这是现实 基督徒也一样 里面我们活在肉体当中 那些一些软弱一些败坏性 还在我们里面残留着 更何况我们现代社会周边的事物比较多 很容易让我们精力分散 特别是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教学 教育要学的课程 五花八门 基督徒忙着要死 除了生活上的忙 事工上忙 还要忙着各种网络上的忙 所以心思分散 注意力分散 这是常见的这个属灵软弱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呢 所以这个不是自然而然来的 就像我们的心智 心思 包括一些习惯 需要节制和刻意的去操练一样 虽然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人为操作出来的 养成习惯来的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 有些属灵的事情 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带着意识去学习顺从反复 这也叫做操练 比如说操练我们的心思和习惯 你们要心撂心窍息练的通达 心窍息练的通达 什么叫心窍息练的 心思要常常管理约束 甚至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心思 不要思念一些什么污秽的意念 或者是心里面的一些被一些肉体的欲望支配我们的心思 反而让我们的心常常带到神的面前去思念 神的话 昼夜思想 神的话专注默想神的恩典 这种心思常常被什么占据 需要我们刻意去留意 将你们的心归给我 我儿将你的心归给我 然后也说要将你们的身体当作意的器具献给神 这个是我们需要带着意志意识去不断的留意 去顺从神 去思想神 去委身给神 顺从神 这个不是自然而然来的 我一旦重生了 我一旦信主了 我的思想就这个万马奔腾 这个在旷野上肆意的奔跑 也不约束自己的心 也不管理自己的心 就自然而然的产生 当然我们说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 圣灵会引导他的儿女 但是圣灵引导不是单方面做的 上帝往往也教导我们儿女应该追求什么 应该爱慕什么 应该思想什么 应该留意什么 应该保守什么 给我们的本分 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引导我们 圣灵不是单方面的 完全是空头式的给我们 所以废弃了我们 让我们绑着就可以进天国 不是这样 他有所要求 有所指示 所以我们也需要积极地去回应神的话 特别是我们的心思在礼拜当中 一周当中 周三也好 周五也好 周日也好 我们在繁忙当中抽离出来 你整天礼拜当然好了 但是问题现实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平时要处理一些 上帝给我们的一般领域当中的本分 义务 工作 职责 我们去处理 然后我们也需要静下来 礼拜的时间就是静下来 静下来去祷告 静下来去赞美 静下来去留意 听道 当然可能有些侍奉的人 礼拜的时候反而忙 就像我们这些传道人 执事 侍奉的同工 主日的时候反而 好像得不到安息 反而是最忙的时候 这个也是现代教会的一个弊病 如何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在礼拜当中静下来 然后在祷告当中 在默想当中 操练我们的心去专注于神 所以虽然平时的时候 我们留意一些事物 但是透过特定的 祷告的时间 自己默想的时间 礼拜的时间 这样让我们的心思 常常集中在属灵的事情 集中在神和神的话语上 心思这样的操练的时候 有点有灭 然后平时的时候 心思可能集中在那 一开始会管理不好 但是操练来操练去 我们会留意 就是平时也开始 随时有一种意识 就是神同在的意识 在神的面前去做事的意识 开着车的时候 也是一方面留意 这个道路的状况和信号和左右 同时心里面也可以祷告神 这样的光景 和别人对话的时候 处理事物的时候 听别人话的时候 同时也可以心里默默祷告神 这种时常心思注视神 寻求神 祷告神的这种操练 是很必要的 我们不能过那种 二元式的割裂的生活 平时的我的心思 完全沉浸在事物当中 然后礼拜天的时候 才准备把心拿出来抖 抖一抖 然后用水冲一冲 晾干一下 然后带到礼拜堂里 然后专注给神 所以一周 七天的时间 一周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集中在神的面前 其他所有的时间 都浸泡在一般事物上 不是这样 上帝的伊甸园 最终极的神的计划 不是只是停留在伊甸园里 上帝的旨意是让全地成为伊甸园 上帝的同在不只是在伊甸园里面 如果亚当夏娃顺从的话 那么他们经过考验的话 他们所有的后代 整个人生变满全地的人类 按照神的旨意 神的同在就充满全地 人间就成为天国 人间就成为乐园 神就与他们同在 神人同行 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这是神原初的计划 但是失败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 把神的伊玛内力 所谓的伊玛内力 不只是在教堂里伊玛内力 礼拜的长所当中伊玛内力 我们灵修的时候伊玛内力 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该时时刻刻意识到 神的同在 在神的面前去生活 无论做什么 都从心里做这种意识 需要操练 训练我们这个 如同野驴一样的心思 野驴一样的本性 不专注 需要求神的恩典 让圣灵约束我们的心 同时我们也加以留意 去管理自己的心 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那怎么办 那种生理的反应 加上败坏情欲的作从 看见异性 就有那种冲动的时候 当你要保持警醒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里面 有这种褐色警号 警惕的信号 或者是红色警报出现的时候 圣灵提醒你 这种意念不对的时候 你就要顺从圣灵去 去处理这种错误的情感 这样的反复的时候 你在生活当中 不断地顺从圣灵 会时刻有那种敬拜神的心 需要一面祷告 一面按照圣经的教导 去学习顺从圣灵 这样的话 逐渐地会管理 当然有一段时间 管理得很好 但是又失败的 这样的反复的 所以时常要保持这种状态 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固定的礼拜和灵修 默想神的话 是我们进入到生活当中 去活在过一种 那个面的层面上 能够保持 带着这种敬虔的意识 去生活的一个基础 没有点的这种 特定时间的操练的话 面也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圣徒之间 共同的礼拜时间 是生活礼拜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礼拜失败了 生活几乎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公礼拜也好 个人的默想 亲近神的时间也好 是支撑我们 过这种生活的一个基础